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星 我决定来横店体验一下群演的生活 要成为一名群演 我需要根据横店演员工会的要求 办理当地的手机卡 银行卡 住宿证 才能拿到的演员证 有了它我才能在剧组里面接戏 我还加入了一些卫星群 QQ群 找群头帮我报戏 报戏前 每个群演都需要一份简历 于是我来到了红韵照商馆 这里是很多横飘来到横店的第一站 老板 我要拍那个做群演的资料照 穿一个年代的妆 要不穿个八路的 好 八路要有一些什么表情了一会儿 自然的就行了 有这么胖的八路吗 有 我开这个照相馆呢 那就是我来横店跑了好几年群众以后 后来我想想是自己也需要送 经常每天打的量也挺大的 七年了吧七八年了吧 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 说不定我能成这么多了 曾经有一个小女孩 早上看到人家想 晚上下午就开始来了 我问她爸要了八百块钱 干了几天都跑 像她这样的很多 但是在成就的很多人 做到导演的很多 所以她这个平台就说 咱怎么说呢 就是试着生存吧 就是人家里面语句话吗 不来你后悔一辈子 来了后悔一阵 对不对 因为来的人多 红运照相馆渐渐就成为了 横店的信息中转站 身为横飘的老板 会给群演们提供了剧主的讯息 这个就是我刚拍的资料照 然后根据刚刚老板给我的这个信息单 上面都有哪个剧主的人 住在什么宾馆 几号房都很清楚 我就拿着这些东西去 这些剧主住的宾馆就可以了 每年在横店拍摄的剧主实在太多了 许多剧主都会用宾馆 作为自己的筹备处 今年因为网剧的泛滥 甚至有一些饭店 网吧都成为了剧主的驻地 在等待拍戏的机会的同时 我还找到了一个表演培训班 来 听问题 我们教学的内容很直观地 就是说让它直接能上戏就可以了 不能像那个表演学校里面三年四年 太空洞了 大王并如高华 他一个堂堂的国宫 竟然没有历史来到 国中 太王 太王 又是太王 大王 你这个文童话一定要练在你的半小时 你能不能演下来 一演下来你就是 只管你就是成功了 还是怪我 没用 许多王 这有什么说不得的 经历了几天的等待 我终于接到了我的第一部戏 这是一部玄幻的古装剧 我的角色是一个百姓 现在是凌晨三点钟 我们身后一百多个群演 准备就要上大巴去 往剧主里面准备今天的工作 现在心情有点紧张 黄幻 王志强 宁夕扬 把耳机摘了呀 一个羊羽龙 到了剧主之后 我们开始化妆 换衣服 整个过程要持续三四个小时 剧主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 他们会把华丽的衣服 分配给形象好的 身材高跳的演员 我拿到的是一个掌柜的服装 我觉得我要演一个 内心有点俏皮 又有点浮躁的一个掌柜 我在里面就是有四层 然后怪不得这个捍卫人中 这个味道 每天大约有几十万的游客 跟几十个剧主 炸队在这个叫东方好莱坞的地方 我们从七八点就开始等待拍摄 很多群演都在补教 你从哪来的 从湖北武汉 怎么会决定过来呢 当初来的时候 是想试一下 是想试一下 我做的感觉 在半岛就短暂去做的 那这个跟你想象有出入吗 有一点 现在要教你出去 现在要去演了是吗 那是 还可以聊吗 好 谢谢 新闻上就要上场 我现在很紧张 不知道一会儿要干什么 在等待了两三个小时之后 我终于拍上戏了 但是我只需要站在人群中间动也动 充当一个人若背景就好了 不需要任何演技 我只需要站着等戏拍完就可以了 这个镜头又结束了 刚结束了三十秒被叫回来 他还是不知道在演什么 从今天的经历看 群演的工作跟真正的演员差别真的很大 要从底层的群演往上走是非常困难 我找到了一位老横飘 想知道是什么支撑他横飘这么多年呢 你好 阿姐 曾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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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郑健来到横店已经快八年了 依然是一个群演 虽然他现在倒还没出名 但是他还没有离开横店的打算 你是为什么会这么坚决想要当一个演员呢 我坚信自己呢 只要我努力去做的话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会成为一个演员 但是呢 就没有人发觉我会表演 我一定要努力去做 我平时的时间呢 我很少去见朋友 我就自己一个人蹲在家里 或者一个人蹲在外面去练习 所以我下街心 我要自己注册营业制造 自己自编 自导 自缘 因为我要靠别人 不依靠自己 我要通过我的不断的磨练之下 我要做影帝 我真有可能 我真有可能 很多群演跟曾健一样 都在等待一个成命的机会 但是每天七十块钱又不稳定的收入 很难维持他们的生活 他就是这个人 他们在快快手里面 林志斌和他的朋友 选择了做直播专前 当初什么情况之下 决定买到这里 看了一个镜头 叫花千古 招两个花千把眼的那个 从头看到尾 然后就来航店 就是喜欢演戏 特别热爱演戏 当你第一眼在阳屏上 看见那个郭靖那种 降龙丝巴掌 那个一打出那个时候 我这心一下就被跟我共鸣了 眼睛就放大了 想做演员 但是说 往上走一步走不上去了 我们就是 先拍一拍这个快手 都要连一下演戏 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横飘 横店的经历改变了横飘 而大量的横飘也改变了横店这个城市 他们留在了横店 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 在拍摄的最后 我遇到了一个天魔的小哥 他放弃了演员梦之后 依然选择在横店生活 那为什么要摆这个摊 我那时候拍摄也是 连饭都吃不起的 那时候太苦了 现在我发现也走不掉了 我发现我虽然赚的钱不多 可是在横店太多年了 能帮到好多人嘛 朋友很多嘛 不想走 不想走开 你有没有后悔你回来到什么地方 没有呀 我感觉 人这辈子 做什么事情都是 都是跟自己的思想有关 都是你思想在做怪 有时候 脑子一热 就背这个包就走了 现在不想走了 在横店这几天 我看到了大批的群演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横店 有着不一样的背景 但一样的是 他们都带着梦想而来 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艰苦 但是都非常渴望成功 横店每天都流传着 麻雀变凤凰的传说 这的确是一个可能会圆梦的地方 可是我在这里短短的几天 听到更多的却是梦睡的声音 横飘们 祝你们好运 因为我们在这里 这些事情 都不可能会见 在横店里面 在横店里面 点赞